幫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已知直線L是這個方形式來的 我假設是這個直線 L-Plant的話,是什麼呢? 是這一條直線在什麼? 在這個平面1上面的投影直線 也就是它投影過來的話 投影下來的話 會變成這一條直線 投影在平面1上面的話 會變成L-Plant 也就是說 這個L上每一點 每一點投影在平面1這個方向的話 平面1這個平面的話 這些點都會落在L-Plant上面 L-Plant是這個直線 那麼它問說 依這個平面這個方程式為何? 那現在怎麼做? 首先 L-Plant的話是依平面 它的上面的一條直線 所以它的方向向量的話 這個平面的一條直線 也就是說 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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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-Plant 我稱為是L-Plant的方向向量 就是3-1 這個平面 這個平面 好 然後呢 這個 V V-Plant 這個 方向向量 它是2-1-3 好 那我現在 現在把這個L-Plant跟L 因為什麼呢? L-Plant 與L所在的平面 跟什麼? 跟1這個平面 它是互相垂直的 那也就是說 我 這個 垂直以什麼呢? 垂直以L與L-Plant 所在平面的 那個方向 那個方向的話 會跟1是平行的 也就是說 這個 V-Plant Close這個V 這個會跟什麼呢? 會跟L-Plant 所在的平面呢? 互相垂直 所以它就會跟什麼? 跟這個1平面 它是互相平行 為什麼? 因為L-L-Plant 這個 所在的平面 跟1 它是互相垂直的 好 那我現在呢 就把什麼? 就把這個 V-Plant跟V 把它找出來 取外機找出來 取外機的話就是 這個不看 這個減這個 這個是3 加1 這是4 然後這個不看 這個減這個 負2 負2 加9 負9 加9 這是7 這是7 然後再來 這個不看 這個減這個 這個是3 3減掉負2加2 就是5 好 那這個的話 跟什麼呢? 跟1 是平行的 好 那我現在呢 把這兩個向量 取外機的時候 它就跟1 是互相垂直的 那也就是說 可以當成 是1的法向量 所以現在 我在N的話 就等到 V-Plant Close多少呢? V-Plant CloseV 好 那這個等到 這個不看 這個 這個 這不看的話 這個減這個 就負5 嗯 這個是負5呢? 加上什麼呢? 加上7 所以這是2 2 然後中間這個不看 這個負4 負4減掉15 這是負19 再來是這個不看 這個3 7 21 減掉負4 就加10 這是25 這樣子 好 那依這個平面的法向量 如果大家找出來以後 我就呢 可以把它的方式 寫下來 2x 減掉19 y 加25 我令它等於25z 我令它等於k 然後呢 這個平面 就這個點 就是說 L 直線上的一點 就是7 負2 跟0 這L-Plant上面有一點嘛 這一點它也一定是在這個平面上 我就把這一點呢 帶進來 帶進來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是2 乘7 嘛 減掉呢 19 乘以 呼 再加呢 25乘以0 那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 14 加上38 2 52 52 52 所以 1這個方程式 這個平面的方程式 就是2x 減19y 加25z 等於52 那這個就是答案 1 1 2 3 3 4 6 6 5